NEO聊世紀 天鹽如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Kentida 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是文明 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這次改版 最大的獲得特色 是他這個流敵馬科技 那這個科技是天生救我的 讓日本的馬弓騎兵 對上弓箭手有加兩點的傷害 這有可能是國外對日本的印象 是一個馬弓文明 但其實日本的武士 還是比較大家管為留資的 這個流敵馬科技加入進去之後 日本馬弓對於弓箭手的壓制 不再是被克制一番 而是有強勢的壓制力 那日本他的能力也是一樣的 步兵攻擊力速度特別快 採礦地魔防還有伐木場 都是半價的 漁船的運作效率也是非常快速的 日本人的後期大型箭塔 銀貫技術點下之後 箭矢的數量也是特別多的 從底而言 日本人的一個打法 比較偏向於步兵跟弓箭手的路線 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遊俠 而且沒有三級馬鎧 弱馬引不得升級到大陸 這也是日本的比較一個遺憾的地方 那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弱馬會自動回血 自動回血之外呢 他一開始還擁有一台羅車 那這個羅車是一個採礦營地 也是一個模仿 也是一個伐木場 你想要把他拿來幹嘛就拿來幹嘛 所以他一開始擁有這一台 他就可以優先去探土 但他去探土的時候 他是不能去驗化綿羊的 所以這個羅車只是稍微探土 那羅車的一個特色是 他是用村民建造的 而且不需要佔人口 那他這個羅車是比較特別的單位 那他在伐木區的時候 我記得他會自己 跟著這個伐木工一直往前推進 他會自己移動 不用自己手動控 那你去外面吃野味的時候 你這個羅車跟村民一起選取 然後點右鍵的時候 羅車也會跟著這個村民一起走 所以這個採野味的這個效率 也會非常的高 所以去打這個EVCA 或是打油木地圖的時候 這個羅車的自己一起運作的效果 可以讓大家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不用再到處插模仿去吃鹿肉 或是吃果子 或是去採黃金啊 或是石頭 所以總而言之 喬治亞人應該會變成 油木的一個猩猩 崛起我命 還有這個亞美尼亞人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到 喬治亞人他前期的肉碼會自動回繡 風箭時代是回5滴 城堡是10滴 帝龍時代是15滴血 所以這個應該是 新玩家們 玩肉碼最喜歡的文明之一了 因為肉碼會回血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厲害的 講實在的 但是實際上 能不能控得好 也是跟玩家的操作力也是有關的 所以如果碼死了就不會回血了 還是要好好的控好 才有這個回血的能力可以用 他的強化教堂呢 還有一個特色 強化教堂的部分 他可以在19格的範圍內 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10% 所以最好是插在這個礦場 或是農田中間 將農田跟採礦工 都可以吃到這個加速10%的能力 那如果你是插在木區的話 可能這邊插一個強化教堂 結果你的伐木區挖完了 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吃到加速能力了 所以盡可能 如果你要插木區的話 至少是插在果汁啊 果汁可能到什麼時候就沒有了 可能是插在農田旁邊 或是插在這個石頭旁邊 像這種衛走 插一個強化教堂 其實CP值是很高的 那喬治亞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騎兵 我們這個 這個叫什麼 講一下 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騎兵 那莫拉斯帕騎兵呢 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每5隻 莫拉斯帕騎兵 或者是騎士 在一起的時候呢 可以獲得加1點的傷害 那每5個加1點 最高可以加到4點傷害 攻擊力是非常高的 那莫拉斯帕呢 他的防禦力也是特別高的 近戰防禦天生3點 而且他的黃金只需要45元 比騎士還要便宜了30塊錢 但是他的血量只有75滴血 比騎士少了25滴血 所以整體用起來 喬治亞人的寶兵 算是需要搭配騎士混得出 會更能激發他的傷害加成的效果 那喬治亞人的後期呢 還可以點一下這個銀罐技術 銀罐點下之後呢 他的城堡就可以 不是 不是他的城堡 他的這個劍塔 可以獲得串燒傷害 而且還可以加2攻擊力 所以這個喬治亞人 後期的劍塔會變成奴炮劍塔 也是蠻厲害的 那帝王是在點下了金冠技術之後呢 也可以讓這個騎兵的 戰略人口數減少15% 這就意味著 他可以出更多的穆娜斯帕寶兵 加上騎士的爆船打法 會更強勢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日本這邊是打的是 三棒棒轉裝甲 然後點下了一擊伐木的策略 那這邊兩位選手都是頂尖的喔 A.M的Hotter 對上Dotter 那兩位選手 都是在新的版本裡面 都會先測試一些 新文明的一些能力 那剛好這兩位玩家也是 始祖有公信力的頂尖玩家了 所以看他們兩個來打 這個比賽喔 新文明的東西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是會打出 文明特色吧 不可能不打出文明特色吧 好 那看到日本人這邊是打出了 三隻裝甲 那我們在之前的影片裡面 也有講到 日本的三隻裝甲 砍魔防啊 砍房子 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現在由旅車的狀況下 他去拆這個旅車 速度非常快 所以要小心喔 這個喬治亞人 一定要把這裡的旅車給守住 對這邊趕快尾 因為旅車呢 他的血量只有300滴 不像這個魔防啊 血量好800 殘荒地有1000滴 好 但這邊果然要直接敲魔防了 但魔防血量掉很快 已經扣了150滴血 好 兩隻聰明過來修一下 但是血量可能會有點難修 三隻裝甲 還有加上一隻肉麻的傷害打得很痛 好 但兩隻聰明勉強可以修的回來 一吋的話 可能血量會慢慢往下掉 讓一隻聰明慢慢修 然後 採集資源的木頭也會慢慢下降 因為這個修理資源 也是需要錢的 好 但喬治亞人這次打出了三隻肉麻的錢呀 看倒車這邊可能利用自己的肉麻回血能力 打出一些優勢來 就有人會說 現在既然喬治亞人的肉麻會回血 是不是可以去場場去跟對方的槍兵 交換血量 只要不要被戳死 即使殘血也沒關係 照這個概念來說是可以的 但其實上次很虧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到頭想要來換一下 因為你沒打他一下 人家也是往後拉 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傻傻的站在原地給你打 除非他是AI 或者是1500或1800以下的玩家 才有可能會傻傻的跟你對A 對A的情況下 你只要控得好落馬不死 剛剛說的以上戰術是可以成立的 但在頂階高手的領域裡 這個是 算是比較難實現的戰術吧 好 那看到喬治亞人這邊是23村 然後現在日本是26村 所以差距已經被打出了兩村 倒車這邊稍微有點斷肉 當然出肉嘛 可能出到斷肉了 好 這邊轉出了一隻弓兵 但黃金還沒有開始挖 好 這裡要補一台羅車了 好 羅車補一下 羅車的造價是100木頭跟20食物 所以他的造價來說 是比一般的模仿或採訪的地貴20肉而已 但他的好處是不在人口可以一直移動 所以那時候就有觀眾在說 可不可以造兩四五百台羅車當肉盾 這個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大概五千多肉 不是五千多 五千多木 再加上幾千個肉 可能就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以實戰上來說 用羅車去當肉盾 算是有點BN對手的感覺吧 你明明有更好的選擇 例如爆出這個金罐 打一大堆的 這個寶兵喔 加上這個衝車之類的 但是硬要用羅車 就有點怪怪了 畢竟羅車也是要100木頭 衝車是175木頭 好 這邊看到道德 目前是用肉碼加上毛冰崩冰 前壓對方的裝甲 但哈德這邊的裝甲步兵也沒有損失掉很多血量 血量只掉了一點點 基本上還可以足以作戰是沒有問題的 好 後面來反打一下 回頭就是對著肉碼一陣爆砍 但還好肉碼這邊 可以稍微拉扯一下 這邊只要盡可能的換掉 唉唷 對方的裝甲步兵就可以了 結果自己的 工兵被換掉了一隻 肉碼也被砍掉了 哇 哈德這邊的控兵控得很好 道德雖然這邊有機動性的壓制 後面也有弓箭手 但是一級射還在研發當中 所以射程有點短 那日本人利用自己的裝甲步兵 已經順利的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 槍兵差點戳到 好 那終於順利解掉這一坨的裝甲步兵了 接下來就是 道德的時間了 那肉碼這邊可以慢慢回血 但每分鐘只回五滴血 其實 在封建時代並不是非常明顯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用這個肉碼去交換長槍兵 真的是不切實際 講實在的 好 因為你肯定回滿的時候 你也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你也不太可能就是用肉碼幹出第二番大事了 好 那日本人這邊已經補下了 射箭場 第二個 那冰光場也補下了 待會有可能是要來打日本的工兵 或者是馬攻路線 喬治亞人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時代差距約為一分半左右 好 這邊繼續爆打一波 後面的弓箭手加上毛病無限輸出 目前看到日本人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一級射 三射箭場 三射箭場肯定是馬攻 那為什麼馬攻需要三射箭場 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馬攻的部分是 建造時間 比奴兵還要更慢一點點 那三射箭場的話 雖然沒有辦法一直持續運作下去 但是馬攻這個單位是非常需要 數量堆疊起來 才可以形成戰力的一個單位 所以城堡時代初期 你要快速建立起自己的馬攻部隊 三射箭場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大家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也可以多試試看 打日本馬攻路線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這個射箭場 三個開局 當然玩兇武的時候也可以 稍微補充一下 每次不講清楚 大家又會在留言下面說 欸 雷歐你怎麼只講日本 當然其他馬攻部隊也是可以這樣打的 各位請不要誤會 這邊看到日本已經點下了二級射 喬治亞人這邊城堡時代還有25秒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喬治亞人 可以選擇是打這個騎士路線 但是他的騎士路線目前在城堡時代初期 並沒有其他的優勢 只有這個單位在高地的時候 減免傷害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如果喬治亞人想要打出優勢來的話 會有點困難 畢竟人家是走馬攻路線 你要在高地打低處 所以是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不然就是先轉個 唉唷 轉奴兵 你要確定喬治亞人 到這邊轉弓兵的話 可能會被 帕特的馬攻給反制回去喔 當然現在有流底馬 OK 射這邊弓兵血量很痛 6加2的一個傷害 好 家裡順利的把前方的兵力全部解決了 好 喬治亞人這邊轉出了騎士 那這時候喬治亞人就可以趕快去補下自己的強化教堂 OK 補下來了 那他這邊是決定要先放在牧區喔 還有這個農田地帶喔 那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就是一定要盡量放在有農田地方 牧區的話一定要淋著農田會更好一點 好 前方再補一個強化教堂 那這個強化教堂喔 你只要放進村民喔 或是老頭喔 或是聖物喔 他都會自動射箭喔 所以這個強化教堂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不需要任何的石頭 就可以進行攻擊喔 但他唯一的缺點喔 就是他的攻擊跟射程喔 都是跟城鎮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以他的實際防守效果來說 只能看守自己的村民喔 不能當作實質的進攻 這個建築物喔 當作進攻建築物來說 他還是有點不太行喔 主要是因為射程短攻擊力又低喔 基本上直接用這個騎士喔 卡在這個下面喔 就可以守屍喔 城鎮中心的話 至少還可以射到 建築物底下的一些奇兵單位喔 但這個強化教堂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強化教堂 那如果你失敗的話 可能就會損失一大堆的村民喔 這是自己的主力部隊 日本現在自己用馬攻的優勢喔 開始在偷道特這邊的村民 但是有強化教堂在的關係 也不太好直接入侵進去 那道特這邊的三隻騎士 已經衝到了後排 那到了城堡時代 騎士的回血量 來到了10滴血 每分鐘 但也沒有非常明顯 好 這邊騎士趕快走掉 馬攻可能會被針對 騎士兩邊都在互相尊點 這邊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喔 順便挖個石頭感覺不錯 但目前由於道特投資了兩根強化教堂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足夠的木頭跟石頭 可以開出自己的第二棟城鎮中心喔 但石頭部分可能要買賣一下 因為他剛剛是把石頭給賣掉了 好 那看到這邊 目前日本的流敵馬攻 看起來還是蠻厲害的 已經封鎖了喬治亞的工兵路線了 即使道特這邊升級了奴兵 也不敢繼續用工兵跟對方日本馬攻對打 並且日本馬攻現在加2 對工兵的傷害是非常痛的 好 那這兩人目前再繼續 轉出自己的老頭科技 騎兵路線也繼續補下 好 這裡騎士要先退一下 因為沒有二級的馬凱 血量會掉得非常快速 好 轉出了老頭 點下了神陣思想 好 烏魯魯 直接點老頭 走掉 又一隻出來 再進去 射箭 村民收生 收生 不收 好 這邊看一下 強化教堂打馬攻 唉唷 傷害其實不錯阿 但是只有一級射的關係 所以傷害並沒有到非常優秀 當然有一級射打日本的馬攻 還是很強大的阿 這個馬攻血量也是掉得很快阿 哇 哈特有點估算了 強化教堂的傷害 反正是想要躲在強化教堂的下方 躲避箭矢 但是馬攻實在是太胖了 有一些被遺漏在外面阿 還是被射掉了一些數量 這一波的交換 道特是賺到了一些甜頭 那哈特這邊的軍隊 基本上是潰敗完畢了 你要再重新集結一波 才可以再凝聚一波力量 好 日本補下了品種 終於想起來有品種這個科技了 待會馬攻血量就會多一點 剛剛如果每一隻馬攻 多多20滴血的話 哈特可能的馬攻 數量不會只剩下4隻 甚至可以活到大概 9隻左右吧 畢竟差了品種這個科技 馬攻還是差距蠻大的 好 這邊收村 但是馬攻有想要卡位嗎 卡在石頭裡 沒有 直接走掉 好 馬攻走一個多線 分推 好 抓到了 OK OK 好 那目前喬治亞人 拿越多聖物 自己的強化教堂 就可以擁有自動射箭能力了 好 日本也轉出了一些老頭 在家裡開始著想 那目前是雙TC 開龍使用馬攻 給對手壓力的方式 其實 其實喬治亞人 這個時間點 是可以用戰毛兵 反制回去馬攻的部分 當然刀河可能認為 使用騎士會更有主動權 畢竟戰毛兵 還是比較偏便動一點 對方轉出投資側的話 也可以輕鬆解掉 騎士方面的話 日本就只能轉出更多的馬攻 或是強兵老頭進行壓制了 好 這邊招翔 老頭 招翔到了兩隻馬攻 但是兩隻老頭都已經倒地 這一波 哈特算是小虧 因為還有換到兩隻老頭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逆勢喔 OK 道特這邊補下了二級馬凱 終於打馬攻有傷害了 好 這邊想要抱團一下 好 上高地 上高地的話 自己吃到箭矢的傷害 就不會這麼痛囉 好 後面老頭還是決定拉走 不然被招翔掉騎士有點虧 好 上方補了一個 新的城市東西 這裡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那這邊強化教堂 就可以給這裡的墓區 還有石頭 獲得這個工作加速 但聰明來說 道特還是非常弱勢喔 畢竟剛剛單TC打了一陣時間 雙TC現在才補下 但是生物已經剪得差不多了 好 這邊再收穿一下 直接用騎士暴砍一波 好 老頭這邊直接招兩隻馬攻 有機會嗎 OK 招到了一隻 第二隻來不及招 騎士繼續往前貼近 後面兩隻日本的老頭也是招牆當中 直接招了一隻 第二隻應該也是有機會 兩隻騎士被招走 但是騎士並沒有要撤退的意志 繼續往前推進 後方老頭也是繼續往後跟上 前方日本老頭也是被騎士直接爆砍 原地倒地 日本的馬攻擊輸了過來 跟後方兩隻被招牆到 騎士直接叛變 回頭打老頭 這邊老頭騎狼可以拉得起來 應該是沒問題 哇 結果差一刀 還是被收掉了 這一波交換看起來喬治亞人是偏虧的 日本這邊還有保留自己的實力 20隻馬攻還存在著 那20隻馬攻的話 打這一騎士傷還是足夠的 繼續拉扯來說 還不會到太虧了 好 這邊繼續招 好 先射掉後方 好 日本的槍兵出來了 日本的重裝長槍兵攻擊速度加33% 只要被日本的槍兵貼到 騎士的血量會掉得非常可怕 千萬不能跟他打正面 攻他下路 會比較好一點喔 他的下路目前看起來 也沒動 上路動比較多 不然我們攻他上路如何 DOT 好 那目前三個城鎮中心 開始濃了起來 好 三老頭繼續補血 好 這隻騎士 砍掉了一隻馬攻 DOT這邊補下了更多老頭跟騎士 臭名處繼續按了下去 但是臭名差距已經被打了出來 日本現在是97村 對上74村喔 臭名差距約為22村左右 不是12村 是22村 現在經濟差距應該是日本非常領先喔 哇 結果看起來也還好 日本大概領先了大概約 木材領先超多的耶 這個 大概快要領先2500了 輸的部分大概少輸500而已喔 還有石頭也輸500 黃金還贏了300 所以至少現在喬治亞人輸大概1000多的資源 整體資源量來說的話 畢竟臭名差距是沒有辦法使用 喬治亞人的強化價格 去彌補這個經濟差距的 這個經濟差距的 川名少了就是少了 好 那莫納斯帕已經轉了出來 哇 現在他莫納斯帕的攻擊力非常的高喔 現在有12加4點的傷害阿 那這裡應該是有20隻的騎士喔 跟莫納斯帕的關係喔 所以傷害才可以高達12加4的傷害阿 好 日本槍兵上前往頂 但是喬治亞人高達12 減免傷害非常多 直接坦住了第一波的槍兵傷害 後方的馬功跟老頭持續著想當中 但是喬治亞人這邊的騎兵抱團非常強大 所以拉了一台鋁車 鋁羅車過來是 要幹嘛 當坦克阿 在前面抖動 跑封對手 跑封對手 好 日本這邊點下了帝王死蛋 護兵的鎧甲點下了一擊 好 莫納斯帕加上騎士的抱團 效果還不錯 直接壓制了日本的正面前線 後面城堡感覺也快要卡不住 莫納斯帕 他傷害還是很可怕 16攻的傷害 馬功都受不了 收到城堡裡面增加城堡的傷害 好 這一波會戰 看起來阿特帝王的空窗期還特別大 轉換升級槍兵 也比較好一點 好 日本馬功直接上前往後點老頭 點掉了一隻的數量 兩隻有點困難喔 前線的騎士太多 日本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突圍 哇 這個就是喬治亞人 這個騎士抱好夢阿 但利用重大的軍團 開始給日本更大的壓力 但這邊投資車沒有空好 直接在前方可能會被收掉 這個巨頭拿下來的話 日本的進攻速度就會減緩 這一波上前 重裝場合兵戳掉了非常多的 莫納斯帕還有騎士 莫納斯帕跟騎士的數量 已經佈滿大概20隻囉 現在傷害開始往下掉 OK 莫納斯帕已經全速陣亡了 有沒有 還有四隻耶 看錯了 好 毫於全倒了 OK 那目前看到 日本這邊的槍兵也升了上去 洗衣兵出來之後 喬治亞人還可以這樣子在城堡下面 嘻嘻哈哈嗎 應該是不太可能喔 這個太過分了 在人家城堡下面打了七七四十九天 要是賽特的話 現在已經爽死了 瘋狂補血 好 好 那稍微講一下 這個範圍補血的事情 薩拉森人的這個 金銀罐技術喔 應該是銀罐技術喔 也改為成這個範圍補血喔 老侯可以範圍補血我覺得蠻強大的 那現在施衣力國 擁有範圍補血的東西喔 就只有賽爾特的銀罐 還有薩拉森的銀罐 那我記得薩拉森的金罐喔 好像還是配重的樣子 好 日本這邊點下了 安息人戰術 後方有點被入侵了進來 正命巨頭第一死眼被拆掉 好 薩拉斯帕現在沒有點攻擊力 攻擊力就會自己增加 非常奇怪 那只有薩拉斯帕來說的話 彈度我覺得是不太OK的喔 最主要是血量上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按一些重裝騎士喔 幫忙扛一下 當然騎士的價格是比較貴的 而且也比較好量產 那如果道德想要繼續打 薩拉斯帕的話 這個數量一定要夠多 可以打出他的價值出來 那目前目測喔 這個喬治亞人喔 也是要大概二十隻起喔 才會發出他的這個 爆船的價值喔 那大概數量來到 三十隻到四十隻喔 我是覺得是比較 可以長期做一個 前線應對的一個 軍事數量 二三十隻的話 還是太容易潰不成精喔 因為畢竟只要低於二十隻以下 攻擊力就會開始下降 那如果一直想要在 處於攻擊力的高處 又可以打一段時間的話 我個人認為喔 三四十隻是比較好的一個數字喔 好 後防了四巨頭繼續開拆 好這裡終點下了 金瑞 莫娜斯帕 攻擊力來到了 多加二點傷害 防一個化變成五加二 哇 禁防五阿 然後 再待會三級馬凱上去 變成五加三 禁防八 然後遠防比較慘喔 只有二加二 二加六 遠防六 禁防八 但是血量只有110 但是但是 他的造價真的很便宜 45塊而已 好馬凱還有一秒鐘升級好 但是日本的槍兵不能忽視 正面城堡守不住 日本的四台巨頭 順利的拆掉 上方非常多的城門 擋住了莫娜斯帕的屈辱 這波要正面進 開戰了嗎 看起來有點危險 還是要高打第一波 高處的話 可以減免一些額外傷害的效果 正面莫娜斯帕的正面突襲 打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槍兵沒有想到 快要打破你正面的莫娜斯帕 哇靠 剩下幾隻槍兵活了下來 但是莫娜斯帕已經全部被揭滅掉了 這波看起來道德有點 岌岌可危啊 黃金的部分 自己也沒剩多少 雖然野礦的部分一直有在挖 但能挖多久也是個問題 最遠這個礦點還沒有開始挖 現在黃金樹剩下300多的情況下 還是要轉點肉馬呢 上方巨頭成功拆掉右邊的 喬治亞人的城堡 這個城堡做的動畫也是非常漂亮 喬治亞人是有這個肉馬的升級 大肉馬可以升到這一牆 目前就是用騎兵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劣勢 畢竟喬治亞人 他的核心還是騎兵單位 對方日本是步兵 槍兵的攻擊速度又快 繼續打下去可能會打到頭脫血了 不然轉點戰卯如何 畢竟已有三級射 雖然防衛力差了一點 但戰卯還是打槍兵跟馬功 還是可以用的 看刀頭這邊好像有點連續潰敗 後面巨頭拆的速度非常快 日本已經點下了金冠技術 拆卸巨型頭磁技的速度非常快 攻擊速度也提升 這些能力讓日本人進攻的速度 顯得非常的異常快速 這個血量掉太快了 眼睛三分之一 剩下不到一半 下面繼續過來 吵架人 這邊來不及 再繼續成形一波 後方城堡又要掉了 日本人的攻速加成實在太可怕 巨頭也順利拆掉了城堡 哇 金瑞莫娜斯帕 非常的誇張 14加8 22攻的傷害 這面再次爆船上去 但是數量馬上就要不滿20隻 但是又補了一隻過來 傷害又變回去了 14加 欸 變成又掉下來一點 變成14加7 所以真的要一直保持在這個高位數 進行一波戰鬥的話 三四十隻喔 是一個最適合的數字 後方突然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兵已經全部升級上去了 但花水還有一段時間 才可以升好 這時候轉戰毛還有機會嗎 右邊這個城堡能夠即時守住的話 就還有機會 如果守不住的話 後面大量墓區只能往下側 而且右邊這塊黃金還沒有挖乾 這裡有一千塊黃金沒有挖掉 相當可惜喔 但是HOT並沒有想要給DAUT更多的機會 時間就是金錢阿 朋友 但是他不想要給他時間 金錢的部分也想要把他控下來 防護箭塔直接插在你臉上 一隻一個日本就直接箭了起來 日本順便抽箭 好 正面的槍兵直接擊潰了莫娜斯卡大軍 正面已經沒有人可以擋得下正面的槍兵 馬弓的部分也擋不住 正面兵一直在努力點馬弓 但馬弓的數量還是有十九輸的數量 看起來莫娜斯卡要潰不成軍了 這時候DAUT突然答出了GG 日本後期的這個防護箭塔繼續升推 也是相當厲害的戰術 雖然右邊城堡有守住 但是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喬治亞人大片農田也沒有關係 所以要轉出更多的自己的莫娜斯卡 是非常困難的 戰毛病的部分 我覺得是轉的比較慢一點 如果再找個五分鐘或十分鐘出來的話 可能還可以打個五五開 那能不能打贏後續 其實還是要看喬治亞人 可不可以有效把這個巨頭給解決掉 不然一直被推進的狀況下 自己的強化修道院裡面的生物 瘋狂被打噴 打噴之後就變黃金了 就會很慘 後方有兩個生物也是被撿了回去 所以到了後期 少了兩個生物的喬治亞人 還是只能打出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喬治亞人拿到十五的勝利 大概五千肉左右 石頭的部分則是快要一倍 黃金的話是兩邊差不多 但是木頭卻輸了大概八千左右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喬治亞人 他的經濟是沒有輸日本太多了 而且要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喬治亞人這邊還是被壓制的情況下 那如果喬治亞人沒有被壓制的情況下 他的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也是因為有五生物的關係 那這個羅車呢 可以一直善用 讓自己經濟一直保持在這個快速伐木狀態下 紅鐵就可以更快撒出來 對於經濟加成還是有明顯的體感的加成 來看一下 忘記看一下KD值 那KD值的部分呢 是日本人拿到1.11的KD 那喬治亞人是0.9 看起來兩邊的KD值是差不多的 那日本這邊的打法我覺得算是 現在的META來說是相當適合的 日本馬功感覺問題不大 但是哈特這一波是沒有升級重裝馬功 投資的黃金可能更多一點 他想要先投資這個金冠技術 讓巨頭猜得更快 確實他的投資是正確的 讓猜的速度夠快 讓喬治亞人 城堡不足的情況下 莫拉斯帕很難量產出來 基本上也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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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